温馨提示,是呀,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了名字,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手法有手慢无 近日,林二汶事件越闹越烈 在政治层面上当然没完没了 在艺人层面上,今集不如探讨一下 林二汶事件的杜火线 是上年,林二汶和郑欣怡同时亮相 TVB 台庆开始 到今年七一,林二汶推出中华众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有自称多年粉丝出长文狠批 有自称受害人指林二汶曾经以情欲短讯 破坏了他的感情生活 又有指林二汶入了邪教 有KOL 发起要求百老汇戏园 抽起电影播放之前 沿用多年由林二汶主唱的《禮儀歌》 引发新一轮Facebook派dislike的攻势 多年粉丝的长文 飞天爷爷不想多说 留给大家定段 因为都是他纯个人的感受 但有少少资料可以补充 他质疑 TVB 的勁歌金曲 删剪不到半小时 反问这个平台是否可以做到好音乐呢? 首先,勁歌金曲不是做音乐平台 只是众多表演平台之一 若果没有为这些表演平台自画界线 歌手可以亮相不同的平台 增加演出机会 可以做更多不同的音乐 至于勁歌金曲 现在的安排是星期六日播出 上下半场各15分钟 半小时足本可以在YouTube上一次过看完 情欲短讯牵扯到盧海彤 2018年过世 四年后被人搬上桌 而且到现在 还未见到任何情欲短讯的capital作证 至于如何借已故的盧海彤 和他骗虾条都是一个迷 之前一集分享过 你说我有罪而已 但香港法律是控方先要拿出实际证据才可以提告 而不是被告要先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罪 已经买定花生的飞天爷爷 一直期待着情欲短讯的capital 希望不用等太久 到时看完之后再下定论 而该片的指控里面 多次出现人形珠字眼 我反而想请合作女神、风雨肥团 和你受救了妈的郑欣怡和王伟文 甚至隔离台肥美人制作团队和一众的参赛者 分享一下对于网民人形珠言论的感受 似乎他们仍需努力 未能为社会对肥胖带来正面的讯息 KOL 和网民要求停播离儿哥 原因是什么呢? 情欲短讯? 未见到capital 不过,艺人的情欲短讯 这几年都不是新闻 甚至艺人男女交欢的短片都流出过多短 只是第二天,港媒齐齐滅声 令大众错过了很多花生 对方知名度不够? 不可能 只可以盖探是和人不同命 弊家伙 说了这么久 其实今集不是想分享这些 现在才入正题 不好意思 前日,朋友突然跟飞天爷爷说 几个艺人可以组成复仇者联盟 成员有哪几个? 林二汶、杨千、华州、柏豪、Suppermoment 都是一众在香港被网络攻击到 看无缘夫的艺人 原因是TVB 原因是大陆发展 不会吧? 很多同样是TVB 同样是大陆发展的艺人 都没有受到这么严重的网络攻击 还有没有共通点呢? 当然有 致命商也是一样的 就是曾经跟商台走得太近了 大家都见过网民不止一次 我们有本事捧红你就可以打你下来 这样的留言 相信当年陈志强和王柏高 都未必说过这些话吧? 上年 林二汶和郑欣怡齐齐亮相TVB的台庆 结果只有林二汶被批斗 原因是郑欣怡有斐姐的关系 斐姐是TVB的人 欣怡亮相TVB是饮水思缘 原来是这样 那林二汶为什么又跟商台关系密切呢? 都是因为饮水思缘? 哥哥林一峰和少爷占初入行的时候 曾经一起负责商台的无人驾驶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阿尖在自己节目里 不时会播放林一峰的作品支持老友 亦因为商台人的关系 林一峰和商台关系密切是很合理的 哥哥可以说是商台半个亲生仔 妹妹入行怎么可能靠近商台呢? 加上王耀明和林直的关系 S17成为半对商台组合都很应该 至于其余几位复仇者联盟 杨千华、周柏侯和Suppermoment 曾经是商台的至爱合作无间 三个单位更加是叱咤得掌上客 变得商台未聋 大家都很清楚 商台立场鲜明吸引了很多同样立场鲜明的听众 既然关系密切 将你当作自己人都合情合理 当有一天你突然走过去对家 还要回到大陆 立场鲜明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种被离弃的伤痛可以瞬间无限放大 看看他们这几年在香港的下场就知道了 杨千华向来都是重灾区 所以声声不息开播至今 新一轮的功势更加没有间断过 周柏侯上年在APM有活动 都因为网络的洗版 迫使活动无声无色不见影 Suppermoment成为了气象 在内地的演唱会变成了港媒的笑柄 那林二汶呢? 情况更加严重 突然杀出的负面新闻一浪接一浪 简直是史无前例 原因很简单 除了曾经与商台友好 都因为这几年 他一直在隔离台做主持 是双倍效应 形象比其余几位复仇者联盟 更加深入民心 爱得深恨得烈月深 之前很多歌手都看重商台叱测 我们回头看看吧 已经由计算全港平台的播放率 变成只是计算自己电台的播放率 出现了像之前分享过林海峰的个案 25年来四大平台都是吃白果 但几乎每一年都有叱测冠军歌 一人一票 结果有乐迷在讨论区分享 买了几十张的电话卡 一人就投了N票事件 DJ隐瞒自己填词人的身份 在自己节目上不停播自己歌 大肆地称赞填词人写得多么动人 开专题去分析自己的作品 公器私用 不止赛果 但以呼声好高为由 月阳打电话去个性回香港领掌 填词人是商台高层 对于播歌有没有帮助呢? 公开杯葛TVB歌声和TVB的剧集歌 但旁边的剧集歌遇上上榜等等 电台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收听报告 多年来只有港台公布过 自己是全港收听率最高的电台 电台主持得过什么奖项的报道 今天还有多少人听电台呢? 在意排行榜和奖项的人多 但平日会听的人又有多少呢? 靠得太近被误会是自己人 一不小心便加入复仇者联盟 声梦其实已经搭了半个脚去复仇者联盟 歌手和乐迷日后应该如何看待商台 都值得深思和好好处理 其实要好好处理的 还有隔离台的男团 不论电视台或旗下艺人 在支持者眼中都代表着一个立场 已经是歧苦难下了 面对内地市场 他们比任何人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次政府要求电视台摄制宣传片 隔离台都会尽量淡化男团的角色 选举的宣传不敢重用男团 因为当时坊间響起了杯角选举的声音 七一回归,狮子山下草草了事 如果男团有什么闪失 隔离台真的输不起 反观开电视就小心得多 一直淡化自己和有线电视的关系 开电视虽然播了很多国产节目 但只要浏览一下他们的社交平台 便会知道观众主要是什么立场 可能之前隔离台真是前居可隔 走了一条回不到转头的捷径 开电视就情愿一步一步慢慢来 林二汶事件激起千层浪 已经再一次響起警号 一直依靠商台和隔离台的歌声加倍小心 这样的情况下 TVB的歌声阵容 会不会名单越来越窄呢? 因为未必人人抵得攻击 我不赞成艺人不上 不想放弃香港 非天爷爷觉得 应该香港和内地市场都要 内地有了成绩 有人气自然 有工作 有广告 有机会 很多品牌 香港和内地都有生意 不会孤立香港市场 何必自己抽身呢? 艺人是否真的不能回内地发展呢? 很多甚少或不会亮相TVB的 香港艺人或歌声 都有开设内地的社交平台 在内地有工作 只是他们从来没有像 复仇者联盟 与商台和隔离台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一失足成千古行自己的路 自己走 自己选吧 哈啰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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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大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